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动词 叫做电流 先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CURRENT 再来一遍 CURRENT 好 这个词可以表示电流 但注意 表示电流这个意思倒是不可数名词 永远不能数 那么生活中常见的两种电流 咱们在很多用电器的标志里面能看到 有AC和DC这样两个符号 分别代表什么呢 AC表示ALTERNATING CURRENT 叫交流电 DC呢 DIRECT CURRENT 当然是直流电 我们分别读一下 ALTERNATING CURRENT 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 再读第二个 DIRECT CURRENT DIRECT CURRENT 叫做直流电 这个电呢 我们经常跟那一块出现的有 比如问问这根电线有电没有啊 有电的带电的 咱们可以用形容词LIVE 比如说Is this wire live? 这个电线带不带电呢 这个LIVE可以表示带电的 活的或者现场的都可以用它 在这里是有电的 大声读一下LIVE LIVE 表示带电的 我们再看例子 The plug broke exposing live wires 这个插头呢 给碎了 暴露出了带电的电线 带电呢 还是用LIVE 我们顺便这个插头啊 也是在经常同一个语群会出现 也大声读一下 Pluck Pluck 表示这个插头 顺便还可以同时记 2 pin plug 3 pin plug 这个两项插头和三项插头 这两个铜片的 三个铜片的 这个pin 表示那个铜片片 那个针角 用它 对吧 我们大声地讲 2 pin plug 3 pin plug 但这个pin 在这不能接S 因为这个名词做定语式 一般用单数 还有呢 那个插座顺便同时记住吧 插座或者是我们那个 计算机里面的插槽 都用它 大家记得没有 socket socket 这个插槽或扩展槽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记住 这current 在本文中表示电流 但其实生活中呢 也可表示其他的流 比如说 water current 水流 air current 电流 也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water current air current 水流和电流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固定用法 比如说 swim with the current is swim against the current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但是顺流游泳 第二个呢 逆流游泳 这个里面不可能电流 电流游泳就死了 这是水流的意思了 好了 我们看到current 这个词呢 那么做名词 表示流体的东西都行 电流 水流 气流 以及相关的电 我们一些形容词 已经插住了这个插头 我们生活中的常见的词 应该怎么说 咱们一起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汇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觉得这种词 和自己的词 看起来 看起来 这种词汇 对 有些词 有些词汇